好 那 那這一...喔有展閱 那這一個禮拜呢我們就一樣 從這個最上面開始來跟大家 講到最下面這邊啦 那首先第一個東西是我們的這個 後繼M5的遺物啊 這個遺物呢它是包含著 麥格魯斯跟麥格魯斯雙槍的一個遺物啊 那如果你想要刷這個 麥格魯斯雙槍的人的話 不妨可以在這邊買一下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這個基本上比較像是 段位經驗的部分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沒有需要 沒有真的很想要玩麥格魯斯雙槍這一把武器的話 或者是麥格魯斯的話 那我個人其實是不太會建議去買就是了 那這邊的話它這個遺物 其實跟那個電纜的不一樣喔 電纜是一次帶一半 這個是一次它就直接帶一整套過來了 好那麼再來是我們的壓迫點PR 這一張MOD的話 其實說實在的 個人沒有到很推薦大家買 但是如果新手比較不理解遊戲部分的話 那我還是會比較推薦可以買一下 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對機傷其實 論這一個每一套配置裡面 機傷基本上還是很重要的就是了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就是大概已經知道怎麼玩了 然後可能會噴液礦槍還是什麼的話 那麼可能你就是像 會像玩熊一樣就是平常都會放液礦超量來取代就是了啦 那 說實在的 壓迫點PR真的會用到的地方 可能就是只有像是在戰刃類武器 或者是一些 就是 液礦超量吃不到的那種類型的武器 可能才會用到就是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 就50%吧 50%50%這樣子 就一半一半 就是你如果真的覺得很需要的話那就買吧 那如果覺得沒差的話就算了 那如果覺得沒差的話就算了 再來是我們這個 鄰近數月女神P4 這個P4的話 是我們後面這個小小的翅膀 不是這個喔 不是大翅膀 是小翅膀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到很適合搭什麼東西啦 不過如果自己覺得比較喜歡 就是覺得有適合搭戰甲的話 那麼也是可以拿來買一下這樣子 那麼再來是我們的 哈庫娜王魂臂甲 哈庫娜王魂腿甲 跟哈庫娜王魂胸甲 這三件套的話 其實自己喜歡就買 那大家要注意的是 這一個幣甲 它是屬於一個不對稱的裝飾 就是 嗯對 如果你喜歡不對稱的美的話 還是怎樣的話 那麼可以考慮買來 就是裝一下這樣子 那 以前碗熊是都喜歡對稱的啦 可是最近 未包也不是最近 就玩著玩著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就覺得 不對稱好像也還是 也還是有一種特別好看的一個概念 一種感覺就是 雖然說我華碼可能還是用對稱就是了啦 好 那麼再來是我們 這一個 虛空商人的庫博護家 那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只有我們的這個狗 就是 庫博 它才能裝的喔 那也就是說你如果今天有要玩狗的人的話 可能想要弄護盾狗啊 還是我之前出的一些有的沒的奇怪的狗啊 那再考慮買來裝一下 如果你喜歡的話啦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造型沒有到很好看的話 那當然就算了 不過說真的 我庫博我其實比較喜歡 我們之前是之前電波出的一個 寒冰什麼鬼的那個吧 就跟那個冰藍一起出的那個 感覺我覺得那個比較好看 還是說那鞋子是花皮的 我有點忘記了 好 那麼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墜刺 這墜刺的話是我們武器喔 欸 劍戰武器後面掉的這個小東西喔 那 有些武器可能不會掉後面 有些像長筆 它可能中間也會掉啊 還是哪裡也會掉 那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墜刺沒有到特別好看啦 那如果覺得喜歡的話再買 那 主要原因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對 下面有這個配拉 好 那麼再來是我們這個單個耳式 呃 這在哪裡啊 欸 喔喔在這邊 單個耳式 這個小小的一點 對就是這個耳環 這個東東 那 喜歡這個東西想要弄指揮官的話再買吧 不喜歡的話當然就算了 再來是我們哈庫娜王魂斗篷 呃 後面的這一條 欸這好像還蠻好看的 呵呵呵 突然發現它好像跟花媽這個意外有點搭 那 如果不喜歡的話當然就算了啦 那 如果喜歡的話再買就好了 好 再來是我們的了解不修外觀 這個東西的話 呃 不修外觀我個人是覺得它直接看 其實都沒有到特別好看啦 不過呢 基本上不修外觀 我個人是覺得它比較適合拿來在P版戰甲身上還是什麼 然後去改變一下它本身P版的這個紋路之類的 那也就是說它如果安裝上在這個P版戰甲的話 它是可以開一個P版的外觀 那套上去的話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等一下可能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再來是我們的量子切割器的機兵外觀 這個東西的話只能裝在量子切割器上啊 那除非你是真的非常喜歡量子切割器這一把武器啊 不然個人是不會到特別推薦大家去買這個東西喔 好再來是我們的賽爾火槍 呃 自從它出了P版之後 應該就不會有什麼人特別的想要拿它玩普版了吧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如果你今天是零化 然後你真的像玩熊一樣還沒有P版的話 還是怎樣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買來零化一下啦 那如果說你已經有這個P版的話 或者說你有預想要刷P版來玩零化之類的話 那麼這一把武器就單純就只是一個三千經驗了 那基本上缺斷經驗再買吧 不缺就算了 再來是我們的list賽東靈雅外觀 這個東西的話 嗯初始傳 但基本上初始傳我個人是沒有都很喜歡用初始傳啊 不過 如果論花紋的部分我是還蠻喜歡的啊 那如果喜歡這個初始傳的這個外觀 然後又這個討厭它原本的樣子 想要用這個花紋去改變一下它的這個紋路啊 或說一些材質的話 那我們再考慮買吧 再來是我們的零金庫啊福音 這個福音最近官方真的是出了一大堆啊 那喜歡的話再買啊 不喜歡就算了 那福音的話是我們左上角這個東西喔 這個就是我們的福音 再來是我們的德瓦特特特特月深裝飾品 這 怎麼看起來有點像福利連的護盾 不是啦 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飛船的裝飾品啊 喜歡再買不喜歡就算了 那可以買很多個放在那個飛船上面 蓋一堆球球 你可以蓋一面城牆 看能不能幫你擋小小黑進來 再來是我們的獵劍紛飛喔 這一招MOD的話 嗯 就以現在來說啦 除非你真的要玩翼龍西諾斯還是一些特殊的武器的話 不然沒有到特別的推薦買 但如果你要買來做收藏還是怎樣的話 其實也算是蠻不錯的 畢竟這一把 也不是這一把武器 因為這一招MOD它能適配的武器 就非範圍傷害的弓箭 但以現版本來說 基本上還是範圍的弓箭比較吃香比較佔優勢就是了 除非你真的想要玩一些特殊的弓吧 好 再來是我們的勘地傳播艇文章 這個文章的話是在我們戰甲身上的喔 跟福音不一樣喔 那喜歡這個型這個樣子再買吧 再來是我們長劍塔奴凱外觀 這個外觀說真的我自己是覺得它還沒有殺傷力啦 它就是一根BUNCE 有點像是你在打這個劍道還是什麼的竹劍的感覺就是了 那如果喜歡這個又長又細的這個長劍外觀 真的有長到 那再考慮買吧 但我自己是覺得它雖然有長 但是沒什麼殺傷力就死了 好 再來是我們的展閱 這個東西呢身為一把扇子類武扇類的四刃P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你喜歡武扇這一種這個手感的話 那蠻推薦可以買的 因為它的傷害跟那個感覺起來應該跟四刃P差不多 我雖然四刃P還是會比較強一點就是了 但... 武扇這個動作也很難說啦 說不定真的有人喜歡武扇這一種架式 再來是我們的JF的塗鴉 嗯?進化? 呃... 這個進化的塗鴉 呃...其實一樣是非常裝飾品 看要不要把它放在飛船吧 再來是我們的底界射擊P 這一招MOD的話 其實說實在的個人沒有到很推薦買 但是...其實就跟我們牙布底有點像啦 呃...5050啦 那...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這個限彈槍通常伴隨的多重彈頭 哇他們觸發都會特別的高 那除非你稍晚一些他的這個本身 呃...能觸發的屬性較少的這一種限彈槍 或者是本身比較需要依靠底界射擊P來拉一些機傷 雖然說通常可能會考慮直接用這個烈焰來補 那...你再買這一張MOD 那麼再來另外一張川流布錡P這一張MOD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重要的 但是... 執政官的部分 你其實是可以拿執政官川流布錡來做一個替代 也就是說你沒買到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真的有差的話 就是他會比這個執政官川流布錡還要少兩個容量啦 那基本上就是說你今天如果真的沒有跟到這一期的話 那你也可以考慮去買一張執政官川流布錡 或者說去農一張執政官川流布錡來做一個替代 不過呢...替代歸替代最好還是要川流布錡P 因為川流布錡P其實比較泛用 執政官的那個附帶效果基本上比較少用到 那多那兩點容量 其實有些配置就會有一點差異了啦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一期帶三張MOD都算蠻不錯的啦 可是...也沒有到特別的重要買 就是... 呃...他們總是幹嘛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玩得比較久吧 還是什麼可能現在都會以這一個 異晃潮量之類的比較優先啦 那...如果覺得沒差的話 還是說你想要玩爆炸武器 異晃潮量這一些類型的MOD收益不到的那一種 那再考慮把他們包下來這樣 好...那麼再來是這個佩拉罪屍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我比較喜歡的一種罪屍 就他會比較自然下垂的那一種 就大家剛剛會看到上面這個... 他這個最終他有一點僵硬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沒有到很喜歡 那這一種比較軟的啊 比較自然一點的 會飄動的那一種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啦 那這個其實就跟我們剛剛前面一樣喜歡再買吧 但是皇家節奏這一張MOD 呃...其實看到文雄有十張就知道他其實平常可以刷的到 但是我自己一時之間我也忘記去哪裡刷了 那我是沒有到很推薦大家來買這一張MOD的 就是...能夠刷到的話 就代表他平常其實很便宜 就是不太需要花費到這一個杜卡牌金幣 來去浪費的這個地方就是了 再來是陰露羅斯之殺的藍圖 這一個是普本殺假的部分 那要記得要打之前的話 就是建議帶一個...呃...掃描器 然後進去吸毛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等12個小時製作完 他才可以來去打這些任務要注意一下喔 再來是千止之金幻文 這個...新手如果想要一些特效的話 這個淡淡的也是不錯的效果 好!那麼最後的話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了解的不朽外觀啦 那個...